现在我们经常会用的新冠病毒疫苗 对于预防一些中等或者严重的COVID-19感染 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对于预防一些轻症或者无症状的感染 相对就好像弱一些 就是说打了这些针后 本身应该是严重的COVID-19感染 要入院很多时候就会变回一些好像伤风感冒那样 另外一些人就打了针后 虽然说感染了病毒 但是就完全没有感觉 玩得吃得很快的 既然这些预防针打了都不能够预防感染的话 那打针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可以看到打了疫苗之后有什么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打疫苗 没有注射疫苗的这个人 那些病毒 红色这些一粒粒就是新冠状病毒 感染了它进入了身体之后 很自然就会发病 如果厉害起来 肺炎死亡 没有注射疫苗 这个我们知道了 但是打了疫苗之后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打了疫苗 可以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们叫Sterializing Immunity 什么叫Sterializing Immunity 什么叫Sterializing Immunity 就是打完疫苗之后 保护效果非常之好 基本上病毒无法入侵 病毒遇到这个打了疫苗的人 就会反而感染不了他 第二种情况 叫普通的Immunity 就是普通的免疫 普通的免疫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打了疫苗之后 都能够保护到他 但是呢 就未至于保护到 好像Sterializing Immunity 那么厉害 就是说病毒仍然可以感染他 但是感染了之后 你见他都仍然很happy 就是说感染了之后 病毒在他身体里面 好像没事这样的 没有病症 或者病症很轻微的 就是新冠病毒感染了他 好像普通伤风 甚至完全没有病症都有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Immunity 这个第二种情况 很多时候大家就预期疫苗 就是做到一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大家都期望 打了疫苗之后 那些病毒就一遇到我们 就立刻弹开 那就完全感染不了我们 但是这种情况 实际是非常之少见的 很少疫苗真的做得到 那差不多唯一能够做到的 比如说这个麻疹疫苗 他就做到了 那你打两针之后 一生人就97% 都可以就不会受感染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在现实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的疫苗 只是做到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 预防疾病 就是预防病毒引起 严重的病症 病发症 入院死亡 例子 例如说 小孩吃的那些 轮臟病毒疫苗 流感疫苗 和小颜麻痹疫苗 这些都不能完全预防感染 主要就是防止人 感染了这个病毒之后 产生严重的问题 但是只能够预防 那个疾病 不能够预防感染的话 是不是没有意义呢? 不是的 举个例子 例如刚才说的 轮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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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孩身上 就会引起很严重的肠胃发炎 不断射 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 小孩 因为感染这个轮臟病毒 肚射到脱水而死亡 尤其是在落后地方 但是在美国2006年开始 大规模使用这个 轮臟病毒的疫苗之后 因为肚射而需要去医院 看医生的案件 就减低了90% 当然少了人去看医生 也少了BB 会入院脱水死亡的个案 所以不能够说 疫苗只是控制疾病 不能够控制感染 就没有价值的 COVID-19的疫苗也是一样 如果打了这些疫苗之后 感染了COVID-19 都是病征很轻微 好像普通伤风感冒 这个已经是非常之有用了 起码可以避免了 我们医疗系统的崩溃 严重个案减少了 大家大概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 有人会问 如果他不能够预防感染的话 打了针之后 可能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可以将病毒传染给人 那能不能够真的 会达到这个群体免疫呢 这件事在乎 你的群体免疫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的群体免疫的意思 就是说在我们社会里面 完全消灭了这种病毒的话 恐怕就真的未必得的 但是如果我们大规模接种 加上一些天然感染的人 那个比率就达到70-80% 大部分人对这个新冠病毒 都有那个免疫能力的话 即使感染了都是病征轻微 甚至没有症状 病毒虽然不能够完全清除 社会就可以大致回复正常的运作 经济也可以慢慢恢复了 这种群体免疫应该是可以达到的 而且我们都相信 无症状的感染者 他身上即使带着病毒 病毒的数量应该是 比那些有症状的人 或者中等程度严重的人 带着病毒的数量会少一些 少一些的话 当然他就比较难传染给其他人 就算传染给其他人 因为病毒的数量相对少一些 其他人感染了 发病的话应该都是比较轻微的病 所以即使不能够做到 sterilizing immunity 就是完全清除病毒那种 但是仍然对于我们的社会 就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提一提大家 如果你未注射疫苗 又有些忐忑的话 不要紧 这个很正常的 请你可以看一看 我近一两条影片的留言板 里面有很多人 分享他们打了针的第一身经历 有些人反应大些 有些人又完全没有反应 但是都是真实的经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也很感谢 有些网友很有心 将他打疫苗的经验 就拍了影片 我稍后会跟大家分享一部分 大家如果未打疫苗 有些不肯定应不应该打的话 可以看一看这些影片 都是人家真实的经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姓袁的 住在英国 在2月18日 政府安排我接种第一剂 Ospot疫苗 在我接种之后 大约六个小时 我感觉手鼻有点痛 头痛 还有累的感觉 我吃了两个Aspeling 还有喝了很多水 舒缓了很多 到第二天 我的手鼻仍然有点痛 有点头痛 我再吃两个Aspeling 就舒缓了 到第三天 我已经没有了头痛 或者累的感觉 但是手鼻仍然有点痛 在我的另一半 他是在2月13日 接种Ospot疫苗 他的反应大致上跟我一样 我很希望大家 很快就有疫苗接种 我们可以回复我们正常的生活 祝各位身体健康 好 好 谢谢大家